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一切都要从罗英时和杜立军的发家史开始说起 罗英时 杜立军的丈夫 英军地产的创始人 他既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官二代 只是广东地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娃 他的家庭条件十分艰苦 家里的收入基本都被用来还祖父的债 由于家里贫穷 七岁时 罗英时就岁父亲来到了泰国 一家人为生计而奔波 罗父一开始只是做一些小买卖 靠着薄利多销 能勉强维持生计 但罗父十分能吃苦 善意钻营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 生意渐渐步入了正轨 销量和利润逐年增加 小买卖变成了大生意 家里的债也慢慢地还清了 罗家的生意从此扶摇纸上 遍布了洋杂 布匹 贷款等各大领域 罗英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表现 吃苦耐劳 故而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为他日后单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罗英时的成功不仅在于经验的积累 还有杜丽君的扶持 正如那句话所说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罗英时就是在杜丽君的支持和陪伴下 一路走披荆斩棘地走过来 当然杜丽君陪他从摆地摊到创业成功 想必也吃了不少苦 喷了不少委屈 但好在风雨之后见彩虹 多年的历练和铺垫 不仅让罗英时夫妇积累了财富 更是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抓住了对的商机 那时他们十分看好中国香港未来商业的发展 于是在和父亲商量后 带着杜丽君来到了香港 刚开始他们夫妻二人 还是继续为罗富的生意效力 开辟香港市场 当香港市场逐渐稳定后 罗英时有了自立门户的想法 罗富也大为支持 给了夫妻俩几十万的创业基金 让他们大失拳脚 罗英时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仅仅用了四年时间 他手中的资金积累就达到了一百万 他把这些钱作为启动资金 罗氏企业很快就出具出行了 90年代房地产盛行 罗英时夫妇紧跟时代潮流 他们将手中原有的生意拓展 转移到了房地产等其他热门领域 赚的是盆满钵满 随后罗英时用夫妻二人的名字 创立了英军置业公司 这个名字包含了两人之间的情意和不义 此时的夫妻二人乘着房地产市场的番 远航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 30年后 乘上时代巨浪的罗英时 挤身一跃 成为了香港的十大富豪之一 英军置业也随之上市 并更名为英军地产 事业成功 家人在旁 幼子成欢 一时间 罗英时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 杜立军更是典型 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的女人 他在辅佐丈夫公司经营的同时 生儿育女是一样也没落下 杜立军为罗英时生了九个孩子 六男三女 九个孩子在杜立军和罗英时的养育下 各个成绩优异 能力出众 为了不让孩子们养尊处优 罗英时还特意订定家规 每位罗家子女外出学习者 必须半工半读 自给自足 凡进入罗氏企业的子女 均需从底层做起 不得走捷径 磨练一个人 就要先磨练他的意志 罗英时正是用这样的方式 锻炼着自己的子女 让他们无意不独立 坚韧且有头脑 虎未艰险 杜立军也颇为赞同丈夫的理念 只是没想到 子女的能力太大 日后 竟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 长子罗孔瑞 成为了第一个进入英军地产的人 在公司创立的关键时刻 罗孔瑞辅佐父亲 把公司经营得有条不紊 叙事待发 与此同时 能力超群的罗孔瑞 也有了野心 一方面帮父亲打理英军公司 一方面又和堂兄一起 开了一家建筑公司 想要另立门户 罗英时希望老大 能一心一意地在英军工作 成为他的接班人 而罗孔瑞却不以为然 两边的公司 都被老大经营得风生水起 就在父亲快要妥协的时候 一场官司风波 让罗孔瑞从此绝迹商场 1980年 香港廉政公署 起诉罗孔瑞涉嫌行贿 额骗254万港元贷款 罗英时听到这个消息后 勃然大怒 但作为父亲 他不得不帮儿子奔走 免除他的牢狱之灾 事情平息后 罗英时又不顾父子情分 果断将其辞退 罗孔瑞就这样 退出了英军的舞台 四子罗旭瑞 粉末登场 罗旭瑞的经商能力 同样不容小觑 有股盘狙击手的称号 但在公司的经营上 父子二人却各执己见 矛盾一触即发 当时恰逢香港房地产经济的低迷期 英军地产也是危机重重 面对这个问题 罗英时认为 应该出售英军旗下 两家上市公司 而罗旭瑞却认为 应该扩张 俗话说得好 道不同 互相为谋 在多次争论无果的情况下 罗旭瑞选择退出英军 自己创业 两相无事 亦是风和日丽 可罗旭瑞偏偏要发起争端 在家族企业的危难时刻 他非但没有示意援手 反而落井下石 联合外人收购了父亲之前 想要出售的两家上市公司 罗英时被老二伤透了心 直到去世 这个心结都没能打开 接班人计划又中断了 此时的罗英时 只能让还在美国的老三 罗加瑞回来接替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这次又同时安排老六 罗启瑞一同进入公司 相互压制 老四和老五则各有自己的 宏图伟业 无意参与家族之争 在老三和老六的共同经营下 罗氏集体终于稳定了下来 然而2006年 罗英时的去世 再次卷起了罗氏家族的风波 罗英时去世前 交代了两件事 一、把背叛家族的老二 罗旭瑞从祖籍中除名 二、把自己名下的 680亿港元 交由妻子杜丽君打理 除了老二 其他人均有权参与分配 正是这680亿 让罗氏家族的子女们 个个蠢蠢欲动 罗家瑞虽然在父亲在世时 在集团有绝对话语权 但是他的股权份额 在集团却只是排在第二位 排在第一位的是 罗氏家族基金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 陆立军发现 在罗英时生前表现出色的 老三罗家瑞在丈夫重病时 就开始私下收购英军的股票 杜丽君知道儿子的私心 但并没有直接质问 而是悄悄地吩咐家族基金 汇丰国际信托 也赶紧跟着购买集团股票 两两抗衡 此消彼涨 想以此来打消老三的念头 让杜丽君没想到的是 罗家瑞也不是好对付的 他提前买通了汇丰 抢先一步拿到了更多股份 成了第一大股东 有了足够的股权后 罗家瑞有了足够的底气 他在家庭会议上 公开提出 让自己的儿子加入董事会的想法 其他子女对老三罗家瑞 打的什么算盘 心里也是心知肚明 因此极力反对 母亲杜丽君更是如此 因为老三这一举动 不仅会影响罗英时的遗产分割 还会直接导致自己最爱的小儿子 罗启瑞的股份受到影响 虽然众人反对 但罗家瑞才不会因为这些原因 放弃自己筹谋多时的大忌 他接下来的做法 不仅引发了杜丽君的不满 也将罗氏兄弟姐妹 勾心斗角的场面 引入了高潮 罗氏子女分成两派 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相互勾结 其中 一派是以母亲杜丽君为首 大儿子 二儿子 二女儿 三儿子 和六儿子 同一战线 一派是以罗家瑞为首 四儿子 五儿子 大女儿 同一战线 老二罗旭瑞 更是抓住了这次家庭裂变的机会 开始关心和投靠母亲 为了能够翻身 重新得到遗产分配的资格 罗旭瑞把原本住在老五 罗英瑞家的母亲 接到了自己家 此后他表面上和妻子儿女一起 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 甚至退掉所有工作 亲自下厨 给母亲做一餐一饭 杜丽君毕竟年纪大了 听到老二的忏悔 他心软了 没有哪个父母会和自己的孩子生一辈子气 但让杜丽君不知道的是 老四和老五几次来看他 均被罗旭瑞的手下拦了回去 就这样 母亲在不知名的情况下 被罗旭瑞软禁了 另一边的罗家瑞 作为英军集团的头号股东 全是滔天 他先是踢出集团的一党 这其中包括他的六弟和侄子 通通被降了职 然后将自己的心腹 安排到了各个部门 中国人做事 讲究得饶人处且饶人 而罗家瑞赶尽杀绝的做法 彻底激怒了杜丽君 2019年年近百岁的杜丽君将老三告上了法庭 他的目的很简单 并不是想将老三收押 而是想通过法律的干预 让家产可以重新得到分配 官司一打就是三年 100岁的杜丽君却只能等到败诉的消息 老太太内心不愤 当场拍桌决定 继续上诉 2022年和2021年 杜丽君两次将老三告上法庭 皆以失败落终 三次官司 花费了杜丽君两亿港元 103岁的他心如死灰 自古以来 豪门子女间的亲情 都被利益掩盖了模样 古有玄武门之变 今有罗氏家族征产官司 为了财产 不惜牺牲与母亲对簿公堂 与父兄反目成仇 难道金钱是比骨肉亲情 更加重要的东西吗 杜丽君老了 在他去世之前 他只是想通过外界干扰的途径 让他和罗英军的九个孩子们 都能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来自于父母的挂念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拉帮结派 内讧不断 他虽坐拥了百亿遗产 可是对于一个耻目老人来说 家庭美满 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如今这一场豪门纠纷 还在进行中 104岁的杜丽君 依旧不能安度晚年 与自己的亲生儿子 争夺财产 罗英时白手起家 从摆地摊 一步步做到上千亿身家 杜丽君一边兼顾事业 一边把六个儿子 三个女儿 都培养成了精英人士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原本和睦的一家人 为了财产分崩离析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罗家子女 各个丑胎毕露 母子结怨 兄弟反目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内容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